来看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在多元文化国家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拥有94年历史的新洲日报长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 培养孩子们使用规范汉语和学习的习惯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有着悠久历史 在推广中华语言文化方面 华文报纸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马来西亚领先的华文报纸 新洲日报从未忽视过对中华语言文化的保留 中文报它除了报道新闻之外 它还得去做培养读者 做这个文化的堡垒 包括这个学习华文的一个重要的机构 扮演它更多元的这个角色 总部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新洲日报 至今已有94年的历史 是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 新洲日报长期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 并设立了专门的部门出版了多本刊物 供给当地的小学和中学学生阅览 事实上对报馆来讲 这几份刊物是一个亏本的刊物 报馆就当这个是一个社会工作 我们华人的很多道德观念 还这个方面 它就是透过这个文字 潜移文化地给这个读者 维护这个中文之一 它其实也是维护着这个中华的这个文化 以新洲日报为代表的许多马来西亚华文报纸 也不忘保护和发展中华语言文化的使命 许多当地华人社区向学校捐赠华文报纸 让孩子们可以多读规范中文的文章 以及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我们下期待